其实我身后这个道具 就是我们下一个挑战项目将要用到的道具 这个道具 李昌玉博士和董卿评委应该非常熟悉 有请挑战者出场 你好 苗凤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去年罗苗凤来到我们挑战不可能 挑战的就是今天这个项目 但是很遗憾 去年他的挑战没能成功 这已经是挑战者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了 一旦出现任何失误 将会前功尽弃 第五评已经接触到了钢丝 就差最后一步了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挑战没能成功 你开插车做过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开插车救了人 大概是在中午12点钟左右吧 准备去吃饭 所以我听到外面好像说起火了 我也顾不上吃饭 我就马上把插车一开 开到那边去救人 要超过插车的 你救出了多少人 救下来的话一共救了八个人 所以你是苦练了一年 是的 我叫罗苗凤来自安徽安庆 去年很紧张的 你又不是第一次来的 紧张什么 老经验了 忘了自己介绍的台词 今天挑战很难成功 有点悬 我觉得 情绪太激动 经过去年的失败 在家里反思了一年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操作好 我心里一直没有停止 这个一定有信心把这个任务完成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 加油 挑战规则 挑战者 稍后将驾驶叉车 用叉车的叉脚 托起啤酒瓶 然后用啤酒瓶盖 将啤酒瓶悬挂在钢丝上 整个过程中他要操控着他的叉车来完成 一共要悬挂五平 而且九平不掉落 极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一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罗苗凤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宣布他的第一轮挑战开始 我宣布他的第一轮挑战开始 所以他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启动就要很平稳的启动 那一下啤酒瓶别弹下来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太棒了 这么大的一个撞击力 怎么可能 这个抖动也太大了吧 对我必须要说一下 因为现场的地面不平 所以如果他在运送啤酒瓶的过程中 车辆抖动发生的啤酒瓶掉落 这个我们不算 但在这个顺序先挂两边 慢慢往中间挂 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李博士 他两边先平衡 先把两边的钢丝压住 别让中间陷得太深 你先放在当中他就会 要趁瓶子摆动到一定的阳角的时候把它搁到钢丝上 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 好的 九瓶的瓶盖已经成功地接触到了钢丝 关键它还不能影响第一瓶 这是真正的印了那两字好悬 比去年快多了 快多了 速度快 速度比去年快多了 我记得好长好长 我老觉得第一瓶晃得太厉害了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 已经有三个了 那个盖子上面 只能有两个齿能挂在上面 所以它放进去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这个很漂亮 最后一个 去年他的挑战就是在这一个上 最终没能成功 这次就要挂正中间了 对 正中间的位置 出什么事 在准备挂上最后一个啤酒瓶时 罗苗凤看到 啤酒瓶摆动幅度过大 与叉车接触不太稳定 于是选择将啤酒瓶先放下 调整一下位置 罗苗凤放下以后再一次 把啤酒瓶拖起 对于罗苗凤来讲 它很难啊 它是完全凭视力来找 对 它蛮远的 它其实离瓶子很远 它那个距离挺远的 我是在凭着自己 平常练习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凭着视觉来挑战的 我这次一定有信心 把这个任务完成 有点遗憾 什么情况 脱开的时候很难的 它脱开的时候 弹了一下 对对对 结果可能另外四支 不知道是哪一支掉了 只要一个一掉 其他的都跟着一块 没关系 我们让罗苗凤调整一下状态 我们马上开始第二轮挑战 好的 刮到第五瓶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也 搁腾了一下 所以很多的原因导致 稍微在后面退一盒的时候 它那个稍微拨动了一下 所以那个瓶子就掉得很快的 准备好了 好了 准备好了 我宣布挑战者 第二轮挑战开始 现在挑战者成功地举起了第一瓶啤酒 好的 九瓶的瓶盖已经成功地接触到了钢丝 第一瓶 已经稳稳地挂上去了 对 比刚才第一次的时候 要稍微稳定一点 但还是有很大的晃动 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但是没有影响到我的那个心里 所以我很坚定地 马上开始我的第二次挑战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 罗苗凤在第二次挑战时 顺利地将第二第三瓶挂上了钢丝 并且第四瓶也顺利拖起 要松开然后在底下 稍微点住 让它稳一下 它顶一会儿 让它震动小一点再松开 哇 好揪心啊这个 还在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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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看得好揪心 还有最后一个没关系 稳一稳 稳一稳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最后一个了 我不看了啊 我只等着你们胜利的掌声 你们掌声一起 我就知道我可以宣布挑战成功了 接触了 接触了 还是晃得厉害 只要它那个插尺一离开 五平都在上面 挑战就成功 挺稳的 好了 有了 好了 离开了 离开了 三 二 等我 等我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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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诺美风 今天不容易啊 五平 我觉得 挑战已经成功了 我们把记录网上提一提好不好 我看可以 接着往下来 好不好 好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现在已经 已经不是挑战了 现在已经是你的自己的升级 放松啊 现在已经跟挑战无关了 纯属修炼 现在是 我们下期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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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 我 我们下期访问 我们下期访问 我 这也不想 我 我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苗凤已经挑战成功 并且把记录提升到了六拼 再次把掌声送给挑战者 祝贺你 苗凤现在是什么感受 很复杂的 其实我真的很精心地 就准备了去年挑战的一个项目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电视上不是放了很多选手吗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 夏伯渝那个老师 他的那个故事呢 真的让我很是感动的 因为他没有双腿 我们至少都这么健全 没有理由不去拼搏是吧 而且就是去年 其实中间发生的变故很大的 我这只眼睛做了角膜移植了 去年年底做了角膜移植 我是因为深有感触 所以才很努力的 这个影响了你的视力吗 影响 我看不到 我存在就是靠这个左眼来 那个 你说你为此准备了 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是的 这一年当中 你心里在想什么 有在想 这个事情 我的问题错在哪里 我要把错的地方找出来 我的脾气就是 哪里跌倒 我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 其实你把所有的这些词 都画成等号式挑战 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非常有价值 能否进荣誉殿堂 能 能 谢谢 谢谢老师 有请罗苗凤 走进今天的荣誉殿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鼓励 谢谢 谢谢 曾经挑战失败 却不轻言放弃 罗苗凤 用永不言败的精神 坚持不懈的练习 终于挑战了不可能 欢迎罗苗凤 进入荣誉殿堂